中文大学修计系的同学们 大家好 在这里要恭喜你们 经过四年的学习 现在要毕业了 走过一段很不简单的历程 都获得考验 终于到了开化结果的时刻 我觉得里面这个系特别好 你知道吗 现代人总喜欢去找 好吃好喝好玩的地方 对陪伦来讲 可能这次他工作之余 才能够去找了一个方法 可是恭喜各位里面的修计系 其实你的专业跟你的工作 就是在吃再喝再玩 这真的是令人羡慕的一份工作 我觉得目前也是全球这样的走势 就是休闲行业整个抬头 所以我要恭喜各位同学 选对一个最棒的行业 另外我也感谢上过咖啡学程的同学们 你们透过一整个学期的学习 上个学分 然后你们认真在学习咖啡的专业 跟咖啡的经营 有些同学呢 也选了陈真来做实习 我在这里特别讲 那个亚大的同学 在实习非常非常认真投入 都成为我们店部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资助 然后还有一些同学毕业后 加入陈真行列 现在都成为陈真很重要干部 我觉得亚洲大学修计器真的很够帐 棒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年的毕业典礼 虽然是我们的线上毕业典礼 但是我们有对同学满满的祝福 那老师也教过今年的大事的日间部的同学 还有我们进修部的同学 还有我们的硕士班同学 也非常开心 也跟你们有共同一个美好的回忆 那这些内容 虽然时间我们不太长 但是希望可以大家在这个大学的这段时间 还有硕士的这段时间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 那我们希望大家有空 可以拨空回来学校 回来喝杯咖啡 老师请你哦 记得要多来回来找老师们聊聊天 祝大家毕业快乐 各位亲爱的同学 恭喜你们 今天即将在这个COVID的疫情当中 完成你们的终身大事 就是你们的毕业典礼 首先 除了要恭喜各位同学以外 那也要勉励各位同学 怎么勉励呢 因为听说你们这一届毕业生呢 生于SARS 毕业于COVID 这对一般人来讲是很难得的机缘 我想呢 你们呢 能够在这种机缘下去 在这种机缘成长 未来呢 你们的毕业之后的路途一定很顺利 所以呢 尤其是 我是今年参与主的老师 那呢 还好我们去年 有提早部署 我也带了同学 登高 就希望呢 同学可以步步高升 那么呢 希望今年 一起是线上 保卫美丽同学们 虽然是线上 但是呢 我们的初心不变 就是希望同学呢 在回到点毕业认出的时候 再帮各位拨税 听说很多同学 为了要等我的拨税 把整套的学士符都留下来了 那如果没有学士符的没关系 我就帮你们拨头把好不好 祝福各位同学 今年的毕业典礼 这个心想事成 然后呢 我们的毕业典礼的拨税 校正回归 补给各位 祝福大家 拜拜 亲爱的同学 恭喜你 终于要毕业了 在这四年里 我们在你的身上看到了 许多美好的改变 面对未来 以下仅仅两句话 来跟你做后面 那就是要 永远地肯定过去 以及要 不断地尝试创新 这样 我想你的人生 一定会无比的灿烂 恭喜你 也祝福你 昨天 您灵激 您 您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